老头也是家务室来看到是艺人陈美凤跟他的旧爱David 因为离婚官司闹得沸沸扬扬 还传出今年4月份美国法院已经传唤陈美凤到庭 据传陈美凤已经因为工作申请延期 但这时候媒体却捕捉到了David悄悄反台独自艺人的画面 还返回到淡水价值至少4000万元的豪宅 18号媒体直击陈美凤旧爱David悄悄的返回台湾 自己推着行李车表情看起来有些憔悴 上了计程车之后只奔淡水这栋至少4000万的豪宅 针对旧爱悄悄反台陈美凤未接手机无法得知回应 更爆出David早在去年4月就已经向美国的法院诉请离婚 要求每个月300万的赡养费 如今两人离婚官司开打 据了解4月美国的法院已经传唤陈美凤道庭 据传陈美凤不满婚后9年都在台湾生活 自己在台湾赚钱谋生 但离婚官司却要在美国打 她原本打算要诉请离婚官司返台审理 但4月已经收到美国法院传唤出庭 根据了解陈美凤已经因为工作申请延期 但这个时候David却也悄悄反台 本局两人的离婚官司 目前还是没有太多的进展 周恩新闻综合报道